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4号的观点下新闻 我是玉威 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即将在本周六进行投票 而今天立委黄国昌率领支持者在瑞芳市区进行扫街拜票 尽管下着雨 但黄国昌坚持走遍大街小巷 握紧每一位民众的双手 也呼吁民众当天踊跃出来投票 天气冷嗖嗖的支持者一大早就聚集在火车站前广场 立委黄国昌罢免案投票在即 立委黄国昌在选前两天和支持者走上街头 高喊口号希望民众站出来力挺黄国昌 黄国昌出来扫街 那等一下我们前进的时候 就还是拜托大家我们就靠边走 尽量不要去影响到路上的交通 路上的交通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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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接受媒体采访和支持者精神喊话后 随即在瑞芳市区以徒步的方式扫街败票 期间也不断提醒扫街尽量靠边走 不要影响交通 只要看到民众黄国昌立刻上前握手 也有支持者一看到黄国昌立刻高喊加油 想必让他心里很感动 志工沿途也发送 挺昌宣传单 有人热情相挺 但大多数的民众似乎对于选举很无感 扫街过程中还与安定力量霸昌宣传车擦身为过 不过双方并没有任何交集 介绍一威 瑞芳采访报道